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由9位韩国成员 3位日本成员所组成的女团 第1,Kununbi Kununbi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歌手 所以在父母亲的强力反对下 也是固执地上了舞蹈学院 到了17岁那年 Kununbi进入了一个叫做Play的舞团 以Sikri,Girlsday等的半舞登上了舞台 而在做半舞的时候 也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 总是会笑着对父母亲说 将来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成功的爱等 然后在2014年7月 Kununbi终于以Kirui Company的 巴兰女团耶雅的成员出道了 但是因为出道成绩不好 经济公司的情况也不太好 到了2015年 团体面临解散 Kununbi也只好退团了 但是Kununbi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参加武林娱乐的试镜后 重新开始了练习生生活 并也以前辈歌手 Infinity,Lobliz等的半舞登上了舞台 就这样到了2018年8月31号 Kununbi参加了选拔爱族的节目Produce48之后 最终以7位的成绩 成功以爱族的成员出道了 第二,Miyawaki Sakura 小时候与妈妈看了歌舞剧Opera语言后 迷上了歌舞剧的Sakura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上了歌舞剧学院 之后进入福岗演艺经纪公司的Sakura 参加了四季剧团在福岗的狮子王公演 2010年的时候也去了纽约Broadway 向当地的歌舞剧老师学习了歌舞演技 之后在2011年7月10号 Sakura通过了HKT48的第一期征选赛 从2012年开始成为正式成员活动 然后再偶然的一次 看到Shiny在日本的show的舞台后 受到打击的Sakura 开始对K-pop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之后在2018年来到韩国参加了Produce48 最终以二位的成绩成为爱族文的成员了 第三 库黑文 福山出生的库黑文 为了成为一名爱族 从小就学习了三年的钢琪 也上了实用音乐学院 之后透过学院参加了很多正选赛的库黑文 终于在2015年9月通过了MUJK娱乐的试镜 并转卸到首尔的韩林一高 开始正式准备爱族之梦 但是在两个月后 所属公司突然决定撤掉爱族事业部 库黑文就离开了MUJK娱乐 继续寻找能够出道的经纪公司 然后在2017年1月进入了HYWY娱乐 成为新团Dayday的出道组 本来以为这次一定能出道的库黑文 却在最终出道组淘汰了 虽然经历了两次的大挫折 也没有放弃梦想的库黑文 最后来到了新生经纪公司ADCreativo 在度过6个月的练习生时期后 参加了Produce48 最终以8位的成绩 成功以爱族文出道了 第四 Chainer 小时候也曾患有淋巴流 接受了多次的抗癌治疗以及手术 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太好 父母亲从凌晨就开始卖紫菜爆饭 来补充野娜的医疗费用 因为父母亲的用心良苦 野娜完全康复后 开始在首尔的舞蹈学院 学习舞蹈 准备自己的梦想 之后在2015年通过了 Poladice娱乐的试经后 与意大利苏年成员Hijin Hanzi 台亚成员Chun 一起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但是最终没能成员意大利苏年成员德野娜 为了再一次的挑战 就搬到了新的经纪公司 乐华娱乐 之后2017年7月到2018年3月 在SBS的儿童料理教育节目 担任主持人姐姐德野娜 2018年8月参加了Poladice48 最终以四位的成绩 成为Ig1的成员了 热爱跳舞的Chayan前两姐妹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歌手 所以两姐妹从小开始就参加了 各种争选赛 2012年8月 两个人参加了Pantachio的爱情争选赛 帮时妹妹Chayan 只通过了第二轮的试镜 而姐姐Chayan 以最终5人的成绩通过了试镜 成为Pantachio的练习生 但是两姐妹的挑战并没有停止 2013年 以婉江签的团体名 参加了K-pop star第三季 虽然未能进入总决赛 但是获得了JYP的肯定 在2014年5月 进入了JYP娱乐 开始了练习生生活 2015年 Chayan、Chayan参加了选拔Twice的节目16 但是Chayan在第一回 就因为表情僵硬的表现而落选 之后在2017年3月 离开了JYP 搬到WM娱乐的Chayan 一半舞占了很多次 前辈歌手们的舞台后 最终在Producer48 以第12名的成绩 成功地以Ig1成员出道了 因为受到戏剧演员妈妈的影响 Chayan从小开始就对舞台 有着很大的憧憬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也以学校合唱团的一员 参加了歌唱比赛 等上了高中之后 Chayan明确的有了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开始去了很多家经纪公司试镜后 最终进入了武林娱乐 之后经历了10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Chayan参加了Producer48 以排名10位的成绩 成功以Ig1出道了 小时候梦想是成为一名空姐的Kim Minjoo 中学时期 在街上被UrbanWorks娱乐的星探发掘后 开始了练习生生活 2016年 明珠与Kristian一起准备了新人女团作业レシピ 但是因为经纪公司的经验不足 出道计划也是被取消 明珠只能继续练习 继续等待机会 不过在练习生的这个时期 明珠也是出演了Icon Onurmoje MV 拍电视剧广告等 努力地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最后在2008年参加了Producer48号 最终以11位的成绩 成功地演Ig1出道了 儿童演员出生的Nako 从3岁开始就学习了芭蕾舞 4岁的时候就出演了电影Touchi 7岁的时候与日本的著名花式滑冰选手 阿萨达玛奥拍摄了广告等 出演了非常多的节目与广告 2013年东京出生的Nako 在通过HKT48争选赛后 就与妈妈跟妹妹一起办到福光 开始了Ido生活 最后在2018年参加了Producer48 以6位的成绩成功地演Ig1出道了 男生的Nako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可愛 第九 Honda Hitomi 从小就喜欢跳舞的Hitomi 在小学6年期间 一支队友在拉拉队学院 学习了各种舞蹈 也在篮球队做过了拉拉队 然后在日本出道前的2012年 也在中学生制作的网络电视台 担任了介绍当地的主播 最后在2014年4月3号 通过了AKB48 Team 8的争选赛出道后 在日本开始了Ido生活 之后在2018年参加了Producer48 最终以9位的成绩成功地演Ig1出道了 第十 Choyuri 从小开始就学习了7年多钢琴的Choyuri 一开始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 但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太好 无法持续负担学费 所以14岁的Yuri就放弃了成为钢琴家的梦想 不过同时也有了新的梦想 当歌手 一直都自己在家练习唱歌跳舞的Yuri 曾经参加过GYP娱乐的13期争选赛 但是没能通过 不过Yuri没有放弃 在2017年继续参加了选秀节目Aidora Gio 不过这次也是以第15名的成绩落选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看到Yuri成长可能性的Stormuji 与Yuri签约成为旗下的练习生 在经历了9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参加了Producer48 最终以三位的成绩成功的与Aidora出道了 第11 安妞进 住在大田的安妞进 寒假期间与朋友们一起去了首尔 看了歌手们的年末颁奖典礼后 开始有了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但是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参加征选赛 就上网查了成为Aidora的方法 结果发现到可以用Email的方式参加征选赛 所以就将自己的照片与拍摄好的无伴奏唱歌影片 激到了Stash娱乐 之后收到第一轮合格通知的Yu Jin 与妈妈一起去了首尔参加了第二轮试金后 正式成为Stash娱乐的练习生了 而Nuji在出道前就已经出演了Pekkyun所有的Pigawa MV Chong Seon的出道曲MV 与Astero Chano拍摄了广告等提高了知名度 之后在参加的Produce48 以第五名的成绩成功的EyeJuan出道了 第十二 强王鸟 小学六年级的强王鸟 在参加亲姐姐毕业典礼的时候 被Stash娱乐的心态发掘成为了练习生 而在练习生时期也出演过Project 20 YDPP的NB以及百事可乐的广告 之后在度过一年两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强王鸟以13岁的年龄参加了Produce48 最终以票选第一名 一位的成绩 成功的以EyeJuan的国民Centre出道了 就这样EyeJuan在2018年10月29号 以Rabian Rose出道后 在音乐节目最快拿下一位的女团 韩国女团出动专辑销售量记录 韩国女团史上最初的 出动专辑销售量突破30万张等 在日韩两国都创下无数记录的EyeJuan 虽然在3月13号14号的线上演唱会上 正式宣布了组合解散 但是12位成员们的努力会永远记在粉丝们的心中的 希望12位成员们以后也都能在各自的地方继续走花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的一期订阅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